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不经心的提议给我带来了怎样的灾难 这周末 我带着他回我的东北农村老家见父母 第一次出远门的他显得格外兴奋 到了地方 看着户户吹烟 鸡鸣狗吠 有一种到了世外桃源的感觉 走吧 别在村口站着了 我拉着他 不断有相识的邻居和我打招呼 虎娃子回来了 哟 虎娃子领媳妇回来 看你爸妈咯 我一一打招呼 然后站在自家院门前敲响房门 爸妈 我回来了 我妈一路小跑过来开门 见了我就是一个大大的拥抱 我爸站在门口 乐得直搓手 叔叔 阿姨 你们好好 女友说完还拘了一躬 我一脸黑线 爸妈一愣 呀 这姑娘真客气 上来就夸咱俩好好呢 趁着她俩转身的功夫 我小生和女友嘀咕 你问好能不能好好问 不是你说的吗 说蝶词显得可爱 那也不是什么话都得说蝶词啊 你看你那个舌头像被熨斗烫过似的 她狠狠刮了我一眼 没再多说什么 进了院子 她真是彻底撒开了欢 呀 小鸡鸡 说爸就把老母鸡 刚孵出来的小鸡仔捧在手里 给老母鸡看得一看一个不知声 呀 大咪咪一把薅住我家小白 想逃跑的尾巴 小白惊恐地看着这只两脚兽 不明白她为何如此没有边界感 这她妈都是什么虎狼之词 我赶紧把她的嘴捂住 不然一会儿双丁还能说出来什么 善而不疑的话题 这姑娘一看就是第一次来农村 快进屋 快进屋 我妈招呼我俩进去 姑娘是叫沈婷吧 女友点头 对 也叫沈婷婷 显得可爱 我妈以为沈婷幽默 笑得合不拢嘴 聊了一会 沈婷想出门转转 我妈赶紧让我陪着 我肯定得陪 不然真怕她闯出来点什么货 一眼没看到 在院子里一手掐一只我家大鹅 在那转圈圈 大鹅铺扑上的翅膀 惊起一地沉烟 得了不出三天 村里的大鹅看见 她都得绕道走 大姐 你能不能消停点 回到家你就和我叨叨叨叨 没完没了了 她笑骂了我一句 飞适地跑开了 我还在原地数她这一句话 说了几个叠词 晚上我爸做一大桌子菜 还开了一瓶 一直舍不得喝得好酒 婷婷喝点吧 我爸就是客气客气 沈婷直接起身 把酒从我爸手里夺过来 来 叔 我给你道 老家这边女生 多多少少都能喝一些 我爸也没意外 还很开心 欢迎婷婷来家里做客 欢迎欢迎哈 客气了叔 我干了 您随意 我爸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我妈 捏着鼻子也给干了 那个 你俩慢点喝 先吃菜先吃菜 我是真怕她给老爷子喝多了 没事 这说明婷婷爽快 一个小时以后 我和我妈坐在一起 看着我爸和婷婷拜爸子 叔 哎 别叫叔 见外 叫大哥 大哥 二弟 大哥喝酒 干了 二弟干了 我爸吃了一口菜 吃了三口没吃着 婷婷啊 你给大哥说说 火娃子到底对你好不好 他要是欺负你 大哥帮你教训我这不孝子 叔 你放心 你儿子对你二弟可好了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 不是 你俩这边是怎么论的 我按照谁那边论啊 各论各的 两人一口同声的说道 行吧 二叔 你别把我爸喝多了 不然你未来丈母娘 该担心你大哥的胃了 我和我妈知道 我爸是高兴 婷婷也是爽快 两人才喝多了 只要不喝坏身体 我俩都不能拦着 第二天 两人都睡到中午才起床 见面之后 我爸失去了 昨天酒桌的豪迈 沈婷也没有 昨天酒桌上的狂放 两人恭敬的 像是翩翩君子 你俩还能记住 昨天呜呜 沈婷过来 一把把我的嘴堵住 记不住记不住 你别逼逼哦 我告诉你 我爸黑黑的在旁边乐 喝多了不可怕 就怕喝多了 第二天有个憨憨帮你回忆 你说我说的对不 叔 对对对 就是这么个道理 哟 虎娃子回来了 这不是巧了吗 屋外进来一个人 这人进来的时候 我妈皱紧了眉头 我爸自顾自去洗漱 我看着他的脸 也是太阳学一跳一跳的疼 来的人是我二叔 这回是亲二叔 二叔进来之后 发了几个微信 我家那些七大姑八大姨都来了 没有一个空手来的 虎娃子回来了 虎娃子现在有大出息了 听说都当上什么什么博士了 对呀 咱们国家的人才里 一个月工资肯定不少 不少 那都得多过天去 我尴尬的直搓手 那个 虎娃子 你弟弟马上要结婚了 彩礼差点 你看看 二叔率先开了口 我妈笑盈盈的从厨房出来 他二叔 我家这也没有什么多余的钱了 再说了 上次借走那五万还没还呢吧 嫂子 你别这么说 我们是真困难 有钱肯定马上还上 这不是是 赶是赶到这吗 这句话很有水平 一下子把所有亲戚 都拉到了他的阵线 今天在屋子里的所有人 都管我家借过钱 都没还 我们家这些亲戚 没有哪个是条件好的 也就我爸妈 因为我有个不错的工作 过得稍微好一些 但是也架不住 这些亲戚这么啃 不是 我家也没有钱了 你看看 你们这么大张旗鼓的 不是让我家老潘为难吗 亲弟弟管亲哥哥借钱 有什么为难的 嫂子我不和你说 我和我大哥说 我爸那个性格 偏内向还要面子 二叔多说几句 他肯定借 这钱借出去 基本就等于丢了 我爸在屋里 低着头抽烟 一句话也不说 老潘 你看我们这东西都拎来了 就借点钱而已 借了就走 对呀 现在潘虎有大出息 你还差我们那点小钱吗 老潘你以前可不这样 也就这几年了 等火娃子把你们接成理 咱们几个还看不着了呢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二叔 你们这 哎呀 长辈们聊天呢 你作为晚辈 别插嘴 二婶直接把我拉到一旁 不让我说话 火娃子 你小时候 婶子对你可好了 每次你来我家 我都给你吃糖 对不对 确实是 但那糖都是我那个 不成器的弟弟不爱吃的 马上就要变质的 老潘啊 火娃子现在这么有能耐 是我们家族的功劳 是我们老潘家的荣幸 可不能忘了 我们这些穷亲戚啊 对 都是实在亲戚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我爸再也架不住 他们的阴阳怪气 准备去让我妈取钱 我妈最了解我爸 看见我爸的眼神 她就不乐意了 把手里的盆一摔 跌过身去 嫂子 你这是干啥 老潘你也不管管 这个家不是你说了算 我正托二婶的胳膊 准备开口说几句 沈婷推门进来了 又喝 这么多人啊 没等我开口 他自己开始自我介绍上了 挨个和这些亲戚握手 那叫一个热情 给我爸看得一愣一愣的 各位长辈来 有事 来借钱的 我语气不好 二叔瞪了我一眼 都是实在亲戚 都是实在亲戚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怎么了 没等我二叔说完 沈婷接过话 我擦 你他妈哪拨的 二叔高兴了 你看看 这媳妇多懂事 就是这么个道理 老潘你家是 娶回来个宝啊 对对对 二叔 我马上也是 嫁到潘家来了 咱们都是一家人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你们放心 这是我心里有数 三天后你们来 我肯定把事情安排妥当 真的 二叔眼睛都放出了光 真的 三天后过来就行 都是实在亲戚 大家都过来 在众人的附和声和工卫声中 我爸瞪大了眼睛 不知道沈婷要做什么 他们走后 沈婷安抚着我爸妈 放心吧 不就是借钱吗 这点是我解决 三天后 一众亲戚齐聚我家 甚至还有几个前几天 没来今天过来的 我家的小房子 都要坐不下了 他们也确实坐不住 一个个急得满地溜达 都是把我女朋友 当成冤大头了 想着能从她身上 炸出多少钱来 这些天 我问了沈婷好几次 她都不和我说 告诉我等着就行了 中午的时候 我家小院门口 停了七八辆面包车 下来的人进了屋 不由分说开始砸东西 我爸妈吓了一跳 被人用钢管指着 告诉不许动 我想起来反抗 也被两个人 按在床上 不能动弹 对面领头的一把 抓住沈婷 好啊 你以为你跑农村 来我就找不到你了 是不是 还钱 我没钱 沈婷挣扎着怒吼 没钱 没钱她妈今天 谁也别想走 二叔颤颤巍巍地发了话 那个 我们就是来串门的 和他们不熟 让我们先走吧 走 不给钱 谁也走不了 那人宁笑着 不服你们就报警 我手里有欠条 摁了手印的 到哪都有理 报警正好 把你们都抓起来 省得你们跑 我们不认识你啊 你就让我们走吧 其他亲戚也都满脸枯荣 放屁 给钱 我放人 今天不拿钱出来 都在这撅着 二叔 二叔 你们借我点钱 都是实在亲戚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啊 沈婷对着二叔声泪俱下 我原来打算 今天让朋友送钱来 借给你们的 钱都给你们了 现在有人找我要债 你们不能不管我呀 领头人一棒子 敲在二叔后背 好啊 原来他的钱 都到你们手里了 拿出来 二叔疼得自牙咧嘴 没有啊 冤枉啊 我才认识他几天 怎么可能收他的钱呢 二叔 前几天刚刚说好的 同甘共苦呢 不然你们今天也不能来呀 这一句话 把二叔说得哑口无言 就这样 从中午熬到了半夜 一众亲戚就在地上蹲着 不吃不喝 不让上厕所 连站起来都不行 谁站起来就是一棒子 不分男女 我爸妈被他们 带到另外一个房间去了 不时有打杂声音传过来 有一个亲戚挺不住了 说要给钱 说给五千 让那领头的打了一顿 接着回去蹲着 后来又说五万 这才同意 钱送来了就放人 其他人一看给钱真放人 也都纷纷打电话让送钱来 到了凌晨三点的时候 就说二叔二婶在那蹲着了 困了 也别在这号找了 这俩人带走吧 领头人说完指着沈婷 什么说错够二十万 来数这俩人 好好 人你带走 我赶紧筹钱 沈婷一听这话 眼睛都亮了 二叔吓得面如死灰 他知道 沈婷不可能用二十万来救他 这一走 指不定会被绑去哪里 我可以说我给钱大哥 我儿子要结婚了 我是真没有多少 一个耳光扇过去 带走 二叔捂着脸哭喊着 别别别 我给钱啊 二十万吗 不是 我给还不行 二叔走后 几个哥们把我爸妈 恭敬从小屋里请过来 沈婷盘腿坐在炕上 巴达巴达地磕着瓜子 按我的两个哥们也把我松开 还给我按摩了半天肩膀 这就我看向沈婷 又看向爸妈 沈婷对着一群人 努努嘴 我朋友 爸妈则是客气 给这些人倒水 我擦 合着就我一个人 不知道是吧 沈婷笑得很大声 你演技不好 怕露线 再说了 怎么着都得有个自家人 受些委屈才真实 你不能让叔叔阿姨 受委屈吧 看着这些人 不断把新家具 从车里抬出来摆好 收拾屋子 我很郁闷 我还纳闷呢 这些人砸东西 怎么就专门 奔着老家具砸 原来是沈婷 准备给换新的了 那天 二叔这些人走后 沈婷就找我爸 商量之事 管我爸要了 各个亲戚的欠条 借着这次机会 把账收回来了事 就算他们报警 一枚监控 二枚证据 我们就咬死了说 这钱是还账的 又能怎么挣 每个人还回来的数额 都比欠款少一点 没多要 不算敲诈 剩那些就不要了 叔 哪怕这是过一阵子 他们反应过来了 那也没啥事 这样的亲戚 没有来往的必要了 我爸低着头 又点点头 我妈很高兴 婷婷真有脑子 也有办法 这一下子 收回来不少钱呢 对面领头 恭敬地把钱给好 交到我爸手里 叔 您收着 一共82万 多少 我惊了 咱家借出去这么多钱 合着这么多年 我孝敬二老的钱 都被这些亲戚给借走了 我说 怎么我月月给家里打钱 爸妈的生活条件 一点改善都没有呢 爸 这事你怎么不和我说呢 和你说 有什么用 说了我帮你要仗去啊 我妈叹了口气 我都要不回来 你能要回来 说完又把沈婷搂在怀里 多亏了婷婷 我看着沈婷 她也看着我 你看我牛逼吧 我脸一红 说什么呢 我妈没介意她的粗话 反而是夸了好几句 说她能干 这些哥们没等天亮 又都开车走了 我妈想留人家吃饭 都摆手说不合适 我妈又叮嘱我过几天 一定要找人家登门道谢才是 我满口答应 看着一行面包车 驶离了村子 出了这事 我让爸妈去城里住算了 现在房子也不贵 买个小的够用了 我妈没意见 我爸不同意 说在农村生活习惯了 去城里不得进 再说了 老家还有地呢 都是农民出身 地荒了不中 是要遭报应的 我拗不过她 只能让二老先在农村住着 这也在家住了好些天了 明天回去啊 我和沈婷商量着 行 就是没看到雪太可惜了 我一直想在东北看雪 她两手食指对对碰 又在半可爱 静说胡话 也不是冬天哪里有雪 你爱看 冬天再带你回来 不好啦 老崔家和老潘打起来了 一个邻居推门就喊 我和我妈赶紧出去往后山跑 后山有地 我爸在地里呢 到了地方 我爸已经被推在田梗里了 我妈赶紧去扶 我过去理论 也被崔家老大一把推开 崔家三个儿子 蔑视地看着我 要么说农村都喜欢生孩子呢 还得生儿子 儿子意味着劳动力 同时也意味着武力 有了儿子 这一家才不会被别人欺负 也有欺负别人的资本 你们几个什么意思 书呆子 你滚开 别逼我揍你啊 我从小学习就好 在农村学习好 是容易被排挤的 我也就成了他们嘴里的书呆子 他们 抢咱家地 我爸从田梗里起来 还要过去理论 就一块地 能怎么着 犯得上和崔家畜生一样的 我也真是生我爸的气 咱家又不靠重地活着 你妈的 你他妈怎么说话呢 崔家老大过来抓住我的脖梗 老二一个鞭腿踢我后腰上 我的整个下半身都有点麻 铁锹斜着沉沙从得我脸前掠过 让我有点睁不开眼睛 崔老大要不是反应快 这一下子脑袋都得被劈开 沈婷拎着铁锹 喘着粗气 你们再动他一下试试 能看出来 刚才那一下他挥舞得也有点吃力 我有点汗颜 我一个大男人 还得靠女朋友保护 你这小娘们 你找死是不是 崔老大一身冷汗 才回过神来 奔着沈婷走去 我夺过女朋友手里的铁锹 眼里都是凶狠 他赶过来 我就敢弄死他 这时候 崔家老爷子也赶了过来 眼看着事情要闹大了 把他的几个儿子拉走 随后又找到我父亲 说这地当初是怎么划分的 后来又怎么怎么着 一顿掰扯 我没听 我知道我爸 他的性格是不会占别人便宜的 就是对方胡搅蛮缠罢了 沈婷看着我妈帮我爸拍身上的图 看着我揉着腰上的伤 看着对面崔家三兄弟挑衅的表情 突然笑了 叔 我问你 这地不中了行不行 我爸还是得给婷婷面子的 点了点头 那就说好了 你别反悔哈 然后看向崔家三兄弟 是我家弄错了 那几块确实是你家的 崔老爷子敢忙说还是女娃子懂事理 三兄弟一脸得意 老潘 你这是干什么 你这么干 可是要天打五雷轰的 崔老爷子眼泪都快急出来了 我爸默默的不说话 只能看向沈婷 沈婷不管那些 招呼着铲车队往这边开 铲车斗里 装的都是满满的工业盐 崔家的地在最山脚 我家的地和他家挨着 这几车工业盐要是撒地里 地就废了 什么东西也种不出来 而且一下雨 盐水全都冲山下崔家地里去了 他家的地也废了 谁往下走 别人的地不受影响 崔家就等着饿死吧 女娃子 你敢 把盐拉走 我盐往我家地里撒 关你什么事 沈婷丝毫不让 你这么干 会遭报应 哦 行 知道了 老爷子你一边玩去吧 你他妈的你再说一遍 三兄弟刚过来 就被车队里的几个人 按着跪在地上 我看了一眼 有几个很眼熟 就是上次来要账的哥们 崔老爷子又长向我爸 老潘 咱们两家争地是争地 你这把地毁了 怎么向老祖宗交代呀 我爸犹豫了 刚想说话 叔 你可答应过我的 这地你不中了 我爸尴尬 还是没说出来什么 地不中了 慌着就是了 你毁他干什么 崔老爷子跳着脚 假牙都快吐飞了 我叔不中了 我说我不中了嘛 我就想种点 沙枣枸杞啥的 不行吗 沙枣枸杞直接种就行 没有必要弄成严谨地 沈婷笑了 你这老头 懂得还挺多 这些我都知道 我乐意 你管得着吗 欺负人的时候 怎么没见你这么讲理 车辆轰鸣 老头一边跳脚 一边老泪纵横 这片地 最终还是被撒上了工业盐 我在旁边一边吸冷气 一边扎舌 这娘们 是真狠啊 叔 听我和潘虎的 搬走吧 这里都是穷亲戚 恶邻居的 现在地也没了 还留恋了啥 就是就是 成天就舍不得那点地 因为那点破地 让崔家欺负成什么样 现在正好 谁也别中 我妈也在帮枪 搬走吧 爸 要不你跟我去苏州 停停停 我爸看着月说 月圆赶紧打住 还是去城里吧 我爸 到底还是舍不得 东北这片黑土地 在城里给二老买了房 找人装修着 把他们俩接到了 苏州我那里 就当旅游放松了 不来不知道 等二老住进来 才知道和老人 一个屋檐下生活 是有多么的不方便 夜里关了灯 媳妇 开个小会啊 讨厌你 男欢女爱的 多正常 你别闹 让你爸妈听见不好 咱家隔音没问题 再说了 你小点声呗 哎呀 不行 肯定不行 我把套套都拿出来了 怎么还不行呢 我死皮赖脸 我媳妇半推半救 贪呼我问你 你长了几个小弟弟 啊 这话直接给我问懵了 他一翻身 再也不理我 我也郁闷 我这也没做错啥啊 怎么还说生气就生气呢 大好的兴致 一下子就没有了 摸来摸去 木骂一声 擦了 我妈吃小龙虾 没开封的手套 怎么扔我床头柜里了 第二天我去上班 回到家里就看见 沈婷失落地坐在床头 我问他怎么了 他也不说 在我的逼问下 他懦懦地告诉我 今天他去医院 检查了一下妇科病 突然查出来 他不孕不遇 我听到这个消息 也是愣愣的 转念一想 也不是什么大毛病 条理就是了 没事 能治就治 不能治就丁克 有什么大不了的 真的 真的 孙子骗你 他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我能感觉得到 他知道这个事情之后 还是很在意的 听到我说不介意 他终于一块石头落了地 我也想让他 尽快从郁闷的情绪里走出来 晚上不在家吃了 出去吃点好的 所谓的吃点好的 就是吃路边的大排档 太高档的饭店 他不喜欢吃 就像中路边的串串了 吃到一半 一个喝得有点晕的哥们过来 美女 加个微信 我抬头 一个赤着上半身 文龙画虎的光头 色眯眯地盯着我女朋友 对不起 我有男朋友了 加不了 加微信 和你有没有男朋友 有什么关系 就简单聊聊 加不了 你听不懂吗 我在旁边啃着串 没吱声 你个臭女人 给脸不要脸是吧 我抄起桌上的酒瓶 直接砸在那人的头顶 酒瓶爆碎 她也捂着脑袋后退 我手里握着锋利的平嘴 就扎向她的颈动脉 可惜 被人踹了一脚没砸到 她那捉过来了四五个人 打我自己一个 很快我就躺在地上还不了手 他们打累了 我爬起来 抓起一把铁签子 扎向调戏我女友的那一个 她躲了一下没躲开 扎进了她的大腿 我又被揍了一顿 坐在地上的我 喘着粗气 你他妈别跑哈 今天我肯定弄死你 你妈的 我就要个微信 你至于吗 她捂着大腿根 鲜血鼓鼓 女友用衣服按着我的头 帮我止血 一边按一边哭 别说了 你别说了 要微信行 你刚才是不是推她了 哥们 我就推一下 就得拼命吗 对 今天咱俩就只能活一个警察来了 先让我俩去医院包扎 然后带回派出所 调解室里 警察问我们想怎么处理 对面说是我先挑衅 然后两个人才打了起来 我说对 你说什么我都认 订户偶吧 我不同意调解 咱俩都拘留十五天 出门我就弄死你 你注意态度 当这是什么地方 张嘴弄死 闭嘴弄死 警察狠狠拍了一下桌子 我没理警察 死死盯着对面的人 你活不了 我说的 我的狠镜完全震慑住了对方 那畜生 求助一般看向警察 叔叔 你看那警察打断了他的说话 店里的监控视频我都看了 就是你先挑衅的 别在那歪曲事实 随后又看向我 多大点事 打个架而已 至于把自己这一辈子搭进去 沈婷也赶紧开口 警察同志 我们同意调解 在警察和沈婷共同的劝说下 我放弃了弄死她的想法 让人也灰溜溜滚出了派出所 回家路上 唉 没想到你平时看着柔柔弱弱的 遇到事了 还挺爷们 要是连自己女朋友都不去保护 那算什么男人 他拉着我的手 把我的胳膊埋进他的怀里 屁吧 你看你让人揍那个熊样 就这么保护我的 傻不傻 我黑黑乐 能不能保护得了 是能力的问题 去不去保护是态度的问题 到了家里 我也累了 很快就睡着了 就迷迷糊糊 听到沈婷在哭 我起身一看 沈婷没有在我身边 哭声是从我爸妈房间里 传出来的 你是个好姑娘 我和你叔也不是为难你 但是生不了孩子这个事 砰我一脚把门踹开 爸妈 你们说什么呢 你出来干什么 你头刚包上 赶紧回去休息 不是 沈婷不能生孩子 这个是你们怎么知道的 你俩怎么还偷听别人说话呀 我妈急了 什么叫偷听 我就是碰巧听到的 再说了 婷婷不能生孩子是事实 我说说怎么了 我把沈婷护在身后 只是二老的眼睛 爸妈 你俩能不能有点良心 在老家的时候 婷婷是怎么做的 你们没看见吗 这么好个儿媳妇 就因为不孕那点破事 你们就不要了 一码是一码 传宗接代是大事 没有孩子怎么能行 老两口是农村人 没什么文化 传统观念很重 在他们看来 不能生孩子 就是天大的事 但他们没有想过 这么直接和沈婷说 会有多么侮辱人 算了 潘虎 你别说了 我走 走个屁 这一喊 我的脑袋又疼了一下 可我管不了那么多 我今天话就放在这 这辈子我就非他不娶了 你们不让我娶 我就单着 最后还是没有孩子 你们自己看着办 给你脸了 你怎么说话呢 一向老实的爸爸也发了火 在孩子这个问题上 他和我妈的观点是一样的 我拉着沈婷准备出屋 你俩要脸 婷婷在老家那么帮你们 你们不记好 你俩最要脸 你他妈的 我爸拿起遥控器就要打我 我转身 把头伸过去 我爸看着我头上里 三层外三层的纱布 还是没忍心下手 愤恨地坐回床上 说完我拉着沈婷回到房间 把他抱在怀里 你别多想 他们俩没有什么坏心思 就是那个年纪的思维 沈婷哇哇哭 想要把心里的委屈都哭出去 我知道 他们俩也是和我商量着 他妈的快别说 这是还有商量的 你放心吧 这是交给我 我来解决 我轻轻拍着他的后背 想着这个问题 到底应该怎么处理 毕竟是亲爸亲妈 一味帮着沈婷说话 不仅不解决问题 还会让他们和沈婷的矛盾 越来越深 思来想去 就只有一个办法了 午后 沈婷不在家 阳光照在我那张晦气的脸上 我爸一脸的吃惊 我妈一脸的不信 真的 妈 我没骗你们 我也不孕不孕 本来我就生不了孩子 现在沈婷出现这个问题 慢慢调理就行了 反正我也得调 你放屁 你肯定就是给你媳妇打掩护 不是 妈 我一个老爷们 至于用这样的话诅咒自己吗 我搓了搓鼻子 心里想 为了沈婷 直了 我爸把烟头掐灭 悠悠开了口 检查报告呢 都多长时间了 早扔了 我在家里留那个东西干什么 这是我早就想好的理由 我不信 你再去检查一次 我爸看着我的眼睛 我也丝毫不多 气势上不能输 对对 万一是检查错了呢 我妈也附和着 行 我一会就去检查 这一点我也想到了 他们两个没什么文化 弄张甲的检查报告 糊弄他们 还不是分分钟的事 一会我出门屁一张 然后打印出来就行了 虽然打印的时候 有点丢人 我爸抖了抖外套 我陪你去 我擦 为了防止我作弊 我爸自己选的医院 看着我挂的号 陪着我去的门诊 亲自交钱给我开的检查 我蹲在厕所里 手里拿着空杯子 看着厕所铁矿里 五颜六色的香艳杂志 陷入了沉思 我怎么感觉 我爸好像变聪明了 唉 实在没办法 出去和我爸说实话吧 毕竟我也不是真的不孕不遇 这样下去没有意义 推开厕所门 就看见隔壁出来一个哥们 一脑门子的汗 小心翼翼端着杯子 生怕洒了 看见我还尴尬地点了点头 哥们 你这是检查什么病了 唉 都这个步骤了 还能查什么 要不上孩子呗 我看着他手里的杯子 试探着问道 哥们 你也生不出来娃呀 对呗 我媳妇已经检查完了 人家什么问题都没有 大概绿毛病在我身上 我这真不中用啊 中用啊 老哥 你中用了 你可太中用了 我的眼睛冒光 怎么说 哥们 你这杯 卖不卖 啊 你他妈要干啥呀 他露出惊恐的表情 把杯子护在怀里 生怕我一把抢过去喝了一半 我把前因后果给他说了一下 听得他连连点头 哥们 算我求你了 你卖我吧 随便你开架 求求求求 不是 兄弟啊 这一杯这玩意倒不值钱 送你都没问题 可问题是 我送你了 我咋办 我也面露难色 实在不行 几几杯 大哥还是好说话的 我端着大哥的子孙后代 送到检查室 心满意足的等结果 不一会 大哥也来到了检查室门口 旁边跟着一个还算漂亮的女人 你就是个废物 还说老娘不行 你看看你 进去他妈一个多小时 就挤出来这么点逼玩意 你说要不上孩子挂我吗 我同情的看了一眼大哥 真的 要不是我爸在旁边 我肯定给你磕一个 看到了检查结果 我爸相信了我说的话 两个人很坦诚的给沈婷道了歉 烧了一桌子好菜 我爸还连干了三杯 我和我妈赶紧把我爸拦下 都怕他再和我媳妇拜爸子 婷婷啊 这个事情说我和老潘不对 我俩太着急了 直到这样的事出在自己家人身上 才能明白 有没有孩子 也没有那么重要了 是 叔叔对不起你 叔叔给你道歉 沈婷受宠若惊 赶紧说 没事没事 以后就慢慢调理 要上最好 没要上 就在想办法 对对对 我在旁边附和 想着怎么才能转移话题 妈 过几天我领你们出门转转吧 不了 明天我和你爸就回家了 对婷婷说了那样的话 我俩也没脸在这待着了 叔叔阿姨 没事的 不至于 不留了不留了 还是回家吧 二老走后 沈婷问我 用了什么办法 让他俩态度变化这么快的 我和他前后说了一通 他笑得前仰后合 说什么要去给那大哥送份果盘 转念一想 他拽着我的耳朵 你不会真的也是不孕不遇吧 要不你明天再去查查 万一呢 没有万一 不可能 男人的这方面容不得半点质疑 我搂着他亲了亲 确实是让你受委屈了 过几天带你出门玩去 带着沈婷 看了他最喜欢的话剧 看着他笑得前仰后合 我的心情也放松了不少 最近这段时间 发生了太多事了 我的压力很大 脑袋里总有一根线带绷着 好在都过去了 爹妈走了 不孕这一块也没人说啥了 可以开始过我们甜蜜的好日子 借着台上的景 给你照几张相 好 他在台上欢乐地摆着pose 像急了没有长大的小女孩 对对 就这样 把眼睛闭上 别动 我找个角度 他睁开眼 漫天的大雪从天而降 沈婷看得吃了 我笑音音地走到他面前 沈婷 我爱你 他一把抱住我 激动得满眼泪水 我从兜里掏出戒指 单膝跪地 嫁给我好不好 他拼命点头 我俩就这样 站在飞雪之中 此生白头 这雪 看得好真了 他接住一团雪花 当然了 我就是研究材料的博士 专业对口 我吻了吻他的额头 等到了冬天 带你回东北看真的 这个就很真 可惜了 就是不太凉 也不会化 是不会化 但是可以吃 我捡了一团雪 塞进他的嘴里 甜的 对 玉米淀粉做的 很多影视基地拍雪景 都用这个 深深一吻 好像忘记了时间的流逝 多想就这样抱着他 一直走到时间长河的尽头 他也闭着眼 享受着这一刻的爱意满屋 那个 老师老师一声轻呼把我唤醒 睁开眼 雪停了 我才想起来 二楼还有不少人呢 老师 原材料没了 你俩还亲吗 还亲的话 我再去取一点 你俩慢慢亲 不着急 哈哈哈哈 满屋都是我学生爽朗的笑声 我的生日是5月20日 他的生日是5月21日 他想5月22号那天领证 这样就能愉快地吃三天好吃的 我欣然同意 那我们今晚就去排队 明天要第一个去领证 好啊 我点点头 那一夜 我俩在民政局门口一直看星星 到了后半夜 他坚持不住了 靠在我的肩膀上睡得很香 早晨我把他拍醒 到点了 啊 到点了吗 可以领证了 他睡得有点猛 有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你想先听哪一个 好消息 我俩确实是第一个来到民政局的 坏消息呢 今天周六 民政局不上班 我擦 他一下子来了精神 跳起来瞅我的耳朵 你还能半点神事 今天是星期六 你怎么不早点说 我咧着嘴笑 我不也是才发现的吗 哎 你轻点啊 在我俩失望的眼神中 民政局开了门 哇 你快看你快看 周六民政局上班爷 沈婷跳着脚 拍着手 上个屁 我学生在民政局上班 我提前打招呼的 人家给咱俩办完就走 啊 那岂不是今天 就只有咱俩能领证 对啊 那你还让我在这等一宿 他狠狠地踢了我一脚 哈哈 我不寻思这样子浪漫吗 浪漫个巴巴 你怎么又说谍词了 这谍词 让你说的一点也不可爱 可爱你奶奶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